大家好,我是德善团的轰德 今天我们来学习天干地支第一个字,甲 我们这个分享其实不是一板一眼很严肃的课堂式的教学 我们是一个闲聊式的,比较放松式的分享 希望大家在这个看视频的过程中也能够放松 并且同时能够获取一些传统文化相关的一些基础信息或者知识 那这个甲的话,其实它是作为汉字的其中一个字 我们其实研究汉字的时候,或者学习中华文化的时候 还是更多的应该去考究或者研究一下这个字的来源 其实中国的文化,它绝大部分都是包含在这个文字之中 其实把这个文字吃透了 很多时候我们对中国文化掌握的根基基础也就具备了 因为古人造这个字,它不是胡乱去造的 它一定是通过对宇宙自然,人世间摆设,观察和思考之后去创造的 所以这个我们中国的汉字,它含义非常的丰富 无论是从发音,字形,它的意义,各种方面都有它独特的意义 那我们作为周易文化,天干地支,它也是属于汉字的范畴 所以的话,它也遵从这个规律 那因此我们想深入的或者比较全面的了解这个每个字的意思呢 还是要从字的本源上去看 甲木的本意,甲的本意 其实它就是古代士兵身上穿的防护自己的一些铠甲盔甲之类 所以还有一些防护作用的 你看这个最早的甲骨文,它是一个十字 也是一个保护自己的护具 到经文的话,它有加了一个框 有这种铠甲穿在衣上,身上的这种一片一片这样一个概念 后面到说文解字和六书通字 包括到情统一之后,出现小传 汉字在逐渐的,它的字形在演变 但是尽管它演变的话 它的最初的原型还保存了一部分 当然现在其实有些汉字 它的原型跟最初造的时候差别已经很大了 有一些的话还是保留了很古老的意思 这个甲的话 我认为它还是保留了相当的信息在里面 那甲代表的含义呢 我们想探究它的含义 其实探究它的含义 我们就要从它这个字本身的内涵 然后我们去扩展它的外延 这样的话我们就在在这个整个含义方面 就会获得一个比较全面的认识 首先说文解字其实也讲过了 甲是属于这种天干的第一步 第一 第一个位置 这时候我们可以就扩展它的类像 比如说 我们小学课本上也学过 或者听说的这种桂林山属于甲天下 其实甲是一个动词了 就它是天下第一嘛 所以甲的话它就有第一的意思 比如说这种科甲考试 甲乙丙丁 我们经常说的 它有第一的意思 你如果类像人世间的这种考试排名啊 或者竞赛的成绩啊 如果我们一旦占卜出现了一个甲 那它有可能就是要获取第一名 甲目甲属羊 这个鸡尾羊嘛 甲乙丙丁 它是排在第一位 所以属于羊 甲乙代表木 所以甲的话它有木的意思 代表万事万物的开始 开始的话 它就有新生萌发生机这样一个特点 所以你看这个第四行第五行 它是关联的 你开始的话肯定是新生嘛 就像一个小孩刚出生 对吧 甲是拆的意思 万物扶甲而出 就留了一字 所以的话这个甲它就有这些意义 那我们其实在 我们在这个扩展思维的时候 比如说这个盔甲护卫 对吧 就可以代表人的衣服 也可以代表乌龟壳 就可以代表乌龟 它的 它这个类像 其实它有一个比较 比较有意思的逻辑 就是说只要能关联 你就可以去提就可以代表它 就是这个意思啊 比如说我突然想到小孩这种吃食方面 就在吃的东西方面 甲就可以 你看它字形吧 就可以像不像这种棒棒糖 对吧 或者苍蝇拍 对吧 或者是一个锤子 因为你看它字形嘛 就是我们在平时在做一些预测的时候 就会遇到这种 类像的话 它是多个元素综合起来 会综合去描述一个东西 就能把它描述的很形象 那甲这是只有一个字 这是描述的一个方面 最常见的 比如说我们大家经常会看到 一些古籍方面 就是特别八字 它会说甲木参天 就是说的其实 参天就是代表它很大嘛 就是大的植物 植被 高大的 旺盛的 其实在所有这个天干地质里面 凡是阳性的 大家可以往大了方面去想 因为它大就显 显这个像就很明显 很明显的话 就是相对于不明显 它就有阴阳的概念在里面 所以这个大家 后面的话 我们会不断重复这个 这个类像的方法 那具体的类像 我们如果分门别类来看 可以从下面几个角度来认识 比如从天文的角度 火星 雷 日 这个的话 其实它也是用一些联想 假为雷的话 其实它是取得这个正卦 正卦的话 就涉及到八卦了 在这个东方 其实假以木都有这个正卦的这个类像 所以都可以往雷这个方面去应用 日的话 日出东方 这是一个 第二个的话 就涉及到八卦的先后天 先后天的话 你想正卦的话 其实它的先天是黎卦 黎卦代表这个太阳嘛 黎为火嘛 这也是一个思路 火星 这也是可以大家可以想象去类比出来 因为刚才我已经说了黎卦了 它有这个火的类像 当然我说我这个解法只是我的一个理解 大家有可能从从你们的理解 个人理解方面 只要合理就可以讲得通就行 地理的话 刚才说假木参天 那森林 因为假木参天 我们可能只一个树木 对吧 我刚才说了 只要关联就可以替代 就可以联想 那一大片假木参天 也可以是假木 对吧 假的话 它可以是大陆 因为这个 假 假它是个木 类像 它是一个长条形 它是一个细长形 桥梁 桥梁 因为假木像 有这种动梁之像 动梁的话 其实它就是盖房子 有的是洞 有的是梁 这个还是有区别的 然后比较高大粗壮的直立物 直立取的就是木 它是站在那里 它有这种类像 人物的话 因为他假木比较排名第一 对吧 他在一个团体里面 他是首脑的位置 是一个领袖 在家里面呢 那就是长辈 在兄弟里面 你可以排行为老大 那黑社会老大 是不是可以用假木来代替 当然你这个 你要能类比出来 它是在黑社会 这个范畴内 又是一个假 那你可以 类像成黑社会 这种大哥或者大姐 这种角色 性情的话 性情的话 主要从木的本意来看 因为木 它主这种调达 生发 就是它有生长的这种特性 而且它比较坚硬 木是不是粗壮的木 它就比较坚硬 刚健 在长 所以这种钢键正直 木它还是比较直的 积极 因为它有生长向上的这种特性 向阳而生 它会迎着太阳往上生长 身体的话 也是从木的这个角度来说 身体其实它有很多部位 都可以用木来替代 因为身体它有内外阴阳阴阳这种分别 比如说这种头部的话 因为头部它在最上面 它也是一个甲 特别你看这个字形的甲 甲是不是像一个 就像一个上面大 像一个脑袋吗 对吧 下面像一个脖子 所以可以代表头部 毛发的话 其实它是类这种木的形象 指甲 你看就有个甲子 有个甲子 其实你找 刚才我说的 你主词也可以 类像的时候 比如说你这个甲壳虫汽车 那也可以用甲来替代 比如说这个 有个东西是甲的 就用阴了谐音 也这种 然后 还有什么甲的 甲 磕甲 反正就是甲 你去主词也是可以的 胆囊 因为肝胆属木嘛 但是这个木甲是羊 羊 凡是羊 它是 它不是实心的 就是它五脏都是空心的 五脏都是实心的 六腑都是空心的 所以羊的话 它中间是空的 那就胆囊嘛 胆囊中间是空的 对吧 它分泌这个胆质 当然你可能会有胆结石 事物方面 还是与木有关 与木有关 比如说你这个 刚才我们讲了 它是新生开始的吧 那你创业 就是刚开始 你创业 又刚开始这个意思 或者你这个男女谈恋爱 刚开始的阶段 也可以用甲木来替代 这些事情方面 器物的话 以木的材质为主 或者木的形象 也可以用木来代替 比如说一个很长条形的 或者长得像树的一个形状 即使它是金属的 那我其实我这时候也可以说它有一定的木的属性 它有木的性质嘛 因为它形象像 颜色的话以青绿色为主 青绿色这个很容易理解 木花草树木都是绿为主 这个数字代表三 三的话 其实这个数字来源于核图 核图落书 大家知道这个核图有个数字 东方是三八木 三的话它基数数羊嘛 所以配给甲八的话其实要配个异 我就零零散散的讲了一下这个甲的类像 其实它的外延扩展是无限的 我也无法穷尽 大家可以去思考一下 就是什么东西 你可以结合自己的这个工作环境或者生活环境去类像 凡是从它的形象 它的音 主词 它的特性 都可以去发挥 这个大家有什么 想到什么好的 也可以来告诉我 我也丰富一下自己的这个类像思维 有什么不明白的 也可以来留言或者评论来交流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